不用再说我老了 我知道我老 老有什么错呢 老真的是可以自得其乐 而且可以知道自己要什么 维持自己 我当然选用医美了 对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说 我什么整容怪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大家对医美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有很多人用医美来维持自己 这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有什么错呢 我花自己的钱 在自己的脸上 承受一些自己要承受的痛苦 我觉得这是非常OK的事情啊 今天这期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聊 作为一个快40的女性 做过的一些医美 可以给大家拍一拍雷 我做过很多医美 比如说水光针啊 这个超声刀啊 热马吉啊 还有这个拉线 每一个产品 其实它针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年纪精英的女孩子 根本就是含苞待放 就要开始打听这些项目了 其实真的没不一样好吗 有一些产品是 真的是给我们这些老大姐做的 你们干嘛要来凑这个热闹呢 钱多吗 钱多的话可以打给我 谢谢 第一个我讲的是超声刀 超声刀的价格大概是在两万块钱左右 我做的这个感觉呢 就是还是有一点痛感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它可以给你做一个提升 那如果说你很多 就是这个地方感觉好像很吓他的样子 整个脸感觉好像发灵纹很严重的话 那是可以做超声刀的 但超声刀它是直打筋膜层 所以说呢 它是在领域会形成疤痕的 你的做的次数不能太多 有很多女生在社交网站上面发说 一年做一次啊 每年都做啊什么的 其实这是不可能管做的 因为你里面的这个创伤太大的话呢 到后面就是没有效果 当然也有明星在社交网站上发说 他其实原理就是烤肉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喻是很妙 但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效果呢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我的脸比较松弛 比较大嘛 然后一做以后 我真的感觉整个脸就缩小了 然后整个人就上皮 给人感觉就是精神了很多 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做 但是不会做太多次 我要做的前提的一个把握 就是说你可能要吃一点这个 直通药 因为他打到这个额头 打到这个下颌圆 打到眼角的时候 真的会非常的痛 然后感觉好像 丧失通电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那个效果 是值得我去承受这个痛 OK 接下来时间说一下 比较热的热马集 热马集现在分四代和五代 那么四代的话呢 因为已经被渐渐淘汰了 所以它的价格呢 在一万多 或者是几千块也有 那五代的话呢 基本上正规的话都会在两万块钱左右 有的可能更贵一些 它的这个耗材就会比较贵 一个探头就几千块用完就废掉了 所以它还是比较高端的一个护肤吧 我觉得 我当时做的是四代 四代的话呢 还是会有点疼痛感的 说到热马集的效果呢 它的着力点在于 比较轮道更加外面一点 它给我的感受 就是说它给我的肉是紧致了 然后提升了 但是有很多的 医美界的朋友告诉我说 如果你的脸是一个很瘦的脸 几乎就只有一层体 没有什么脂肪的话 其实做这个没有太大的效果 因为我的脸是比较肉了 比较胖 所以当时做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它的保质期可能也就一年 一年半左右吧 现在有五代了 五代我还没有去做 价格大概在两万块钱左右吧 而且这个眼睛的探头 跟可能别的一些探头还不一样 所以你要眼部和脸分开来做的话呢 可能钱就double了 我之后会拍个vlog来 记录自己做五代热马集的感受 大家可以记住我现在脸的样子 看看做完五代热马集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个很棒的提升 那还有就是水光针 水光针价格其实真的不好说 因为有几百块钱的 也有几千块钱的 我做过最贵的一个水光针 是当时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出来说 从自己的血管里面把血抽出来 然后摇出一个什么血清来 然后再打到自己的脸上 真的感觉上真是很恐怖啊 还抽血啊干嘛的 但是就感觉好像很高科技的样子 确实这个水光针的话 是我打过我觉得比较有效的 好像让我持续两三个月 就是皮肤的状态绘持得非常好 那有一些不破皮的一些水光针的话呢 什么几百块钱 它真的就像是敷了一个面膜一样 不要胜于乎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医美的产品的话 真的是要一分价钱一分货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去 非常正规的很大型的机构 万一如果说出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它们的售后是非常好的 最后来给大家说一下线雕 我大概在今年的过年之前 做了线雕 价格大概是五万不到 效果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直观的 就是把你的脸往上提了 我在这个地方买了三根线 这边也买了三根线 现在回头想想当时真的是非常恐怖 我还算是一个医美老司机 就做了很多项目 我真的没在怕的 但是当那个韩国的医生跟我讲 躺下他要把那个 就是给我做这个线的感觉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听到了 自己心脏的跳动的声音 就很害怕 你要说疼痛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还好 因为他有打麻药嘛 就真的还好 不怎么疼 但是这种内心的恐惧实在是太吓人了 我觉得就像是有一个人在我脸上缝被子的感觉 把脸抬上去的感觉 但真的就是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 第二天我去正常的上班了 没有人能够知道 而且只有脸上三个地方 好像有一些这种淤青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去上班 也不会太明显吧 所以你要问我 以后会不会继续做线雕 我觉得近两年可能不会 因为还是那种恐惧的感觉没有消除 但是未来 如果我的脸再往下搭了的话 我还是会选这种线雕 因为我觉得它效果就是最明显 最持久 当然恐惧指数也是最高 这期医美视频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还是伯伯想跟大家说几句心理话 其实很多人谈医美 就是说你是整容怪怎么样 其实对于医美 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平常心 花自己的钱 改变自己的外在 没有什么错 第二呢 如果说有很多女孩子 她们很想做医美来改变 你一定要量力而行 要明白自己有些产品是需要的 或者有些产品真的是不需要的 有些是期待改变的 你都要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评估 然后呢 对钱包也要做一个评估 比方说有些东西 你觉得很想去拥有 但是你真的目前的这个经济状态 没有办法去负荷的话 千万不要搞什么网贷啊 或者是问别人借钱啊 这种邪路不要走 我知道很多看我视频的小姑娘 可能年纪都非常的轻 她们可能会被很多的 before和after的照片所迷惑 她们觉得说做了医美之后 太大的改变了 可以改变我人生的轨迹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医美是有风险的 而且呢 医美跟整形的话呢 其实都是要考验一个机构的资质 包括医生的资质 我是中研美妆伯母阳光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